这次看到7月15号 美国众议院通过 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 内容的重点包括了 支持美国政府邀请台湾 参与2024年环太平洋军演 重申美军印太司令部 不需要估计中国大陆 有权与台湾进行联合演习 而且需要定期更新 美台军事援助的状况 另外就是加快武器交付的作业 拜登政府需要在90天内 提出整体战略报告 加强对台海冲突的威慈 但也要求美国机构分析 协助台湾经济跟扩大发展的方法 所以我想请教郭委员就是说 美国新版的这个2023年的 美国国防授权法案 它的内容您看起来 跟前几个年度相比来讲 有没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地方呢 有关环太平洋演习 那是两年后嘛 那那个通常要到前一年 才会知道具体状况 它现在只是说有权邀请 那是不是会真的邀请 或者说邀请之后是扮演什么角色 那都有很大的空间 不过邀请说台湾加入这个环太平洋军演 其实之前就已经曾经有这样的 那台湾也可以只是一个观摩团 或者是负责后勤 医疗或者科考 有很多角色 不一定是作战 我认为作战不太可能 那也取决于那个位置 比如说这次的位置在夏威夷嘛 那敏感性就低一点 那如果是距离南海东海比较近 那就会非常敏感 那这次的新法案 我也想问委员一个问题 有没有踩红线的问题 其实你前面讲到那两点 那比过去要具体啊 比如说他说对那个美国的武器的交付 那可以到现场去做监察 因为台湾有很多武器市场都没有拿到嘛 那这个这点都是新的啦 那就是说你没有交付那就要剁出说明 那说明就是90天 那他还定了一点蛮奇怪的 这个我第一次看到 说美国的国会议员可以到台湾常住 常住啊 我想这个如果修入法律的意思应该是说 他在美国可以领到了相关的费用 他在台湾也算 比如说他如果是来台湾出个比较长的差啦 因为他要看 所以他常住的目的是什么 他可能要去考察各个军种的单位啊 那就表示 未来可能方方面面的人就介入更深啦 那这个还在法律的涵盖范围内 比如说他如果来台湾一个月啦 我们随便说啦 那这个在以前恐怕你不能够报销吧 那这个现在就可以报销了 比如说他就是为了要 具体了解台湾的军事部署状况 那这样战役如何啊 那台湾也有一些美国的训练官嘛 那可能他就要做沟通嘛 那可能就是比如说美国的军事委员会的成员啦 我说国会啦 那以前真的没有这个项目 这个F35有很复杂的原因啦 第一个是他一开始是先优先给有参与研发的国家 比如说土耳其他也有参与研发啊 所以我土耳其后来因为政治事件还是不给 因为他买了S400 最后还是美方说了算 对可是就是一开始真的是给有参与研发的 比如说以色列跟日本 但台湾就没有 那台湾没有参与研发 第二个是坦白说啦 因为F35是引擎战机嘛 那有很多技术机密啦 那他认为两岸来往太平的 高科技 这个才是key吧 我觉得两个都有 机密性 两个都有啦 因为坦白讲那个日本跟韩国跟中国也很近啦 可是美国就不会担心他们陷入 机密性 对不对 他相信两岸一加钱 这个就是来往的问题 他还是防着台湾 他防着两岸一加钱 对台湾来讲防卫是要自我决心嘛 这一定的 不管怎么说我们就防卫我们的国家就好了 不讲到机密 我进一步请教维于 就是说今年3月美国国防部呢 向国会提交了2022年的这个国防战略 设定中国大陆作为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 不到现在呢 没有公布更多的细节 那美国的前国防部长 这个埃斯伯呢 他在7月14号就呼吁 应该要公布更清晰的国防战略文卷 他说呢 不只是应该只有五角大厦需要知道这个国防战略 包括像美国的盟友啊 国会啊 国防产业的相关人士都应该需要了解 一直不愿意公布更多国防战略的细节 拜登政府的考量是 我不知道这个埃斯伯讲的那个 国防战略文件是要清楚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 不可能全部透明 当然啊 当然是这样啊 比如说到什么阶段 美国要达到什么程度 这个在早年真的有 我有看过那个美国跟苏联的互相毁灭的 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那都写解的清清楚楚 所以第一阶段要打哪几个干扣 这么清楚 非常清楚 而且公布出来 公布出来啊 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恫吓对方 可是现在给我感觉好像 那个恫吓好像不是为了恫吓 现在是要隐藏自己的实力 不要让对方知道你有哪些 底牌不能先 有哪些高招 在西沙群岛传出爆发了一场对峙 怎么说呢 在事后呢 这场冲突变成各说各话的罗生门 美方表示呢 当天美军班福特飞弹驱逐舰 是经过西沙群岛的时候 进行自由航行 那中方是宣称呢 是解放军在西沙群岛附近 驱离了美国的驱逐舰 那美军的这个回应是呢 中方声明是虚假的 反正就是各说各话 一连串也说呢 这个中方的说法是 歪曲美国合法海上行动的行为之一 现在各说各话 但双方都希望能够传达自己的立场 不过我们看到冲突对峙难免 未来有可能会再发生 双方克制是很重要的 委员怎么解读这件事情 因为双方讲的都是真的 只是在不同的立场 对啊 就是他真的有靠得很近 然后在区域 他认为那个叫自由航行 可是我们应该平常 我觉得双边讲的都是真的 我觉得美国最近有点急 因为很可能在一年内 因为捷普赛刚好现在是东协的轮子主席 是 那因为在中澳铁路通车之后 还有RCEP上路之后 现在东南亚的氛围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 美国担心南海行为准则今年会有一个版本出来 那如果出来美国就不是域外国家 你还来干嘛 人家当事国都已经签了一个行为准则了 他希望不要过 他当然希望不要过啊 当然是啊 对啊 所以当然希望有一些冲突让你破局嘛 所以最近你看连澳大利亚都过来了 那澳大利亚那个冲突的程度我认为超过这个 应该超过这个细刹这个 可是我觉得一定有一个大的 有一个时间上的紧迫感 不然美国最近做那么多狼害的动作是要干什么 那菲律宾那个可以理解啦 因为刚上台嘛 那总是对自己有利益增值点的地方先表明立场 最近他捕鱼也出了问题 因为大陆有所谓三伏计要暂停捕鱼这样的规定 那菲律宾的渔船就说他们要捕啊 那就是他说是菲律宾海啦 那大陆就说是南海 那这个也是冲突点嘛 但是你要党的话你也要 就是您刚讲嘛 要考量一个时间嘛 你看整个大的 如果时间别人把它拉长来看的话 起码在时间前 南海行为准则你还是要菲律宾同意啊 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大概也看到 那个行为准则你想谈嘛 那这具体利益我要嘛 捕鱼啊开发油器啊 那这种利益我要嘛 所以你非在这边让步我才会在那边让步 以色列这个事情上面我想请教你啊 因为这个拜登他在14号跟以色列的总理啊 签署了一项新的安全协议 那在虽然当中呢 他承诺是绝对不会让伊朗取得核武啦 那也说这个美国准备好要动用力量 外界有报导说是还不排除动用武力 可是在去年2021年年底的时候呢 以色列国防消息人士曾经就对媒体表示说 虽然以色列持续准备对伊朗的核设施进行空中打击 可是美国方面却 就挡下来了 对对挡下来 透过各种手段 不让这个进度有这个加快 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这就是拜登的问题啊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很典型的 犹豫不决的无能的人物 因为那个伊朗核协议是欧巴马弄的嘛 那那个时候可以跟以色列非常不愉快 然后川普一上来就把他撕了 那川普撕了之后 很多东西都是拜登继承的 拜登不敢碰你知道吗 贸易战也是啊 事实上民主党的比如说反对贸易战 应该用别的筹码来对抗中国 对不对 这就是民主党他现在不敢碰 然后伊朗核协议也是啊 这是民主党的政见 结果他也不敢回去 所以我觉得他又开始有一些幻想 说搞不好伊朗核协议我可以回去搞定